大家好,这里是欧洲华商 今天由欧洲华商和瓜瓜道家联合发布 2021意大利中仓行业外卖报告 透过这份报告可以了解到 疫情期间外卖行业的变革和华人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两年的疫情中 外卖或许是从事餐饮业华人的一道曙光 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华人餐饮平台服务商 瓜瓜道家在华人外卖市场的用户占有率达到了95% 所以瓜瓜道家为我们带来的数据 基本反映了整个华人外卖市场的变化 在2021年华人整体数量减少的情况下 无论是新入住商家还是新注册用户的数量都增加了 有三项数据创下了历年新高记录 2021注册商户数量同比增长25.6% 2021注册用户数量同比增长33.5% 2021应用程序下载量同比增长36.2% 与疫情前相比以下数据有了明显的变化 2021年用户平均每周消费频次为3.84次 相较于2019年疫情前的每周2.26次增加了1.58次 2021年每时板块的平均客单价为25.52欧每单 相较2019年疫情前的21.98欧每单增加了3.54欧元 超市板块的平均客单价为68.32欧每单 相较疫情前的56.84欧每单增加了11.48欧元 甜义板块的平均客单价19.83欧每单 相较疫情前的16.64欧每单增加了3.19欧元 参与板块平均客单价的提高更多的是 直观反映出了意大利多种因素影响下物价上涨的趋势 而超市板块的客单价提高则反映了 华人客户对超市配送的需求量的增加 2021年单个用户全年消费总金额最高达到26,921欧元 折合人民币201,900欧元 平均每天消费约74欧元 而所有用户的平均年消费金额为938欧元 以美食板块和超市板块的平均客单价来折算 大约等于每位用户每月消费一次外卖和一次超市配送服务 单一订单客单价最高达到484.5欧元 单月餐定一订单量最高突破1100单 单日最高订单记录为104单 单月外卖销售额突破5万欧元 而单月超市销售额突破了15万欧元 美食板块点单最多的菜品是口水鸡 鱼香肉丝 凉皮和锅包肉 奶茶店点单最多的菜品是原味珍珠奶茶 章鱼小丸子 炸鸡和烤肠 超市板块点单最多的商品是大白菜 双汇火腿肠 金针菇和肥牛 在配送源相关数据方面 配送源的每月薪资突破3500欧元 每月配送订单突破700单 平均配送距离是3.83千米 米兰地区新增商户主要分布在 华人街 运河和Lolado区域 注册用户主要分布在 华人街 Lolado和Machakim区域 平台历年来总订单量截止 2022年1月已达694万单 刮刮到家餐饮外卖系统和 唐食点餐系统历经七年打造 是目前最专业成熟的餐饮服务系统 到店客户通过手机扫码 刮刮电子菜单二维码完成自主唐食点餐 外卖客户通过APP或微信小程序 一键下单配送到家 系统支持多种支付方式 便携下单流程 高效省心 是餐饮行业的刚需工具 刮刮到家是欧洲规模最大的 华人餐饮平台服务商 专注于为广大餐饮业华商 提供专业优质的线上餐饮服务工具 帮助华人餐厅开拓盈利新模式 实现高收益 引领海外餐饮业华商产业升级 欢迎扫码咨询 据华人智慧谈欧洲商道 我们下期再见